Hello大家好,这里是张司令 今天呢,我看到我油管下面有一个留言特别有意思 这个哥们很生气就说了一句 你如果觉得美国不好,你干嘛不会回中国 每次又看到你这种人,说什么在美国生活着 然后说着中国好,你要向往中国的那套东西,你可以回去吗 然后怎么这么着,说了说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些海外群体up主 其实是挺不受欢迎的一批人 为啥吧,因为你不能太中立 你如果中立呢,大家就会认为你有问题 国内觉得你不爱国,美国人也觉得你不爱国 对吧,然后呢,你就得那 不管是你在国内发,在国外发 反正你得分立场,你要么就是极度的黑一边 你要么就是极度的捧一边 反正是不管怎么做,你得分立场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如果在国内大家说我们不爱国,也就算了 对吧,毕竟我们不在国内 但是在美国在油管上说 如果你不爱美国,请你滚出去 这个人,他是拿简体中文打的字 那我其实也想问一句 这哥们,既然你那么不想当中国人 你干嘛要用简体中文打字啊 你可以用英文来跟我说这句话吗 对吧,这是个很简单的英文 谁都会打嘛 你打出来只要受过小学教育的 应该也都能看懂嘛,对吧 那你为什么不用英文打呢 那我知道了,那合着就是 你可以,你可以赖在这偷偷吃福利 然后还保留一个中国国籍 但是我不行 你说话必须得说我爱听的 因为啥呢,我还专门点击这个留言 然后我看是哪个视频 大家猜猜是哪个视频 是我之前呢 曾经有一期说 这个懂王抗议的视频 我说他做的不好 他不让人家戴口罩 是包藏货心 类似就这么一个视频吧 其实呢 我觉得啊 这个人就是挺恶心的 你知道吧 我一看穿粉 我的那个战斗因子 体内的那个战斗因子就起来了 我就觉得这种人特别不顺眼 我就再替美国捧 再替美国黑 再替美国舔 我也不可能跟那帮反贼似的 对吧 他抗议做的这么烂的事 我难道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我说他做的不错 我说的好 现在死40万人死的好 是吧 现在感染2000万人感染的好 那我能这么说吗 那我这么说 连美国人民都不能饶恕我呀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帮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理解 而且我不知道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帮人就特别可恶 为啥呢 在美国 你们知道什么人维护美国维护的最狠吗 有人说可能是老华人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还有一种人 就是这种人呢 他拿的并不是美国的国籍 他不能叫华人 他只能叫华侨 他拿的是一个美国的绿卡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并没有入美国国籍 知道吗 他还保留一个中国国籍 但是 我不是说绿卡有什么不好 很多人拿绿卡 我只是说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但是他保留这个绿卡的同时呢 他觉得美国好 为什么他觉得美国好 因为他在中国是底层 这种人在中国一定是底层 为啥他觉得在中国是底层呢 因为在美国他能断着钱 在中国他赚不着钱 那大家知道 你在中国赚不着钱呢 那肯定就底层打工的呗 对吧 那你同样来美国也是刷盘子 那毕竟美国刷盘子 那肯定比中国刷盘子 刷的稍微多点是吧 那你刷来刷去 你觉得 美国这个可能刷的更香一点 那当然他就觉得美国好了 再加上美国你在偷点税 漏点税 报点这个什么低收入 再领点福利 吃点福利 在什么这些民主党州一呆 那你耍歪歪 你当然觉得美国好了 对吧 但其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那是犯法的 但是无所谓了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爽 所以说他们就是 是最维护美国的一批人 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油管上某些反贼up主 他们大量的拿的都是绿卡 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拿的是美国护照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你问他们拿钱 我是up主圈的 我虽然说是个小up主 但是我知道他们里面很多事 因为这个圈人个人都认识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他们没有拿钱 他们不是拿钱的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恰饭 他们不是拿钱的 而且这些人都保留了 你明白吧 这人家是最精的 你说这些人他是什么人 这些人他是不爱国吗 这些人他不爱什么吗 人家爱的是钱 人家是为了钱 人家是拿钱办事 你要明白 人家不是说拿别的东西办事 说我的这哥们啊 或者说说我的这哥们也一样 你知道吧 就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大家想想 美国这个国家 它为什么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有时候我们说美国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美国这个是假的 那个是假的 但是有一点你还是得肯定的 对吧 在美国只要不牵扯到政治正确的东西 言论还确实是比较宽松的 你想说啥说啥 至少批评政府你在网上怎么骂 都是没问题的 对吧 可是就偏偏有那么一批 连美国国籍都不是的外国人 天天替美国洗地 维护美国 你不能说这个 你不能说那个 其实在美国 我们知道 美国其实在早年令人刮目 先看那点 就是他的媒体 他的国民能攻击他的政府 他的政府不能说话 对吧 或者说他政府说话也可以 但是国民呢 一样可以骂 你可以骂总统 虽然说我们大家说这类东西很假 但是他最起码 他这个还是允许的 对吗 可是就有咱们一批 那么一批操着普通话 用着简体中文的人 就在那儿 来来回回的替美国洗地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心思 连美国人都允许的事 到他们眼里 他们觉得是不允许的 连美国人都讨厌的 那个人 他们觉得这个人是很好的 所以说他们现在这些人啊 现在网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圈 这些人特别的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你知道他们其实也不信中国人的东西 他们觉得中国人的东西都是假的 其实他们也不信美国的东西 他们也完全不看美国的这些新闻报道 不看美国 美国主流在发生啥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信海外的up主 偏中国这边的 他们也不信中立的 他们只信什么呢 只信他们平时看的那一两个 又宗教又洗脑又那个什么的 这么一帮up主吧 反正给他们灌输一个思想 中国很不好 中国很穷 中国人民过得其实还不如以前呢 然后怎么怎么回事 这他们看呢 他们觉得很爽 为啥觉得很爽呢 我都在美国刷盘子了 我去 我在美国刷盘子 难道过得还能比你差吗 我毕竟在美国刷盘子 我人上人啊 我在美国刷了盘子 我当然要维护我的言论自由啊 我能在美国刷盘子 这还不在言论自由吗 我能刷着盘子骂总统 对吧 虽然你刷着盘子骂完总统 你还是刷盘子的 但没关系 这是我的自由 我刷着盘子骂总统 我还不当要骂总统 我还要骂你们这些人 你们没有这方面的自由啊 你们怎么能骂总统呢 总统是什么呀 总统是老大呀 你们怎么能骂总统 你们怎么能骂政府 政府没有错 所以说大家你看吧 他这个套思维 还是中国的那套思维 他觉得他自己在维护美国 但实际上他用的思维 完全还是中国人的那套思维 完全没有变 所以我就不理解这种人 他一辈子觉得美国好 他一辈子觉得美国这个那个 他一辈子觉得美国如何如何 但是到最后呢 他的思维 还是没有变成美国人的思维 他的那个思维 还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 就跟我之前说的是吧 我说咱们有些华人信教 就是就是假的 我为什么说是假的 你说你吧 你也不跟人真正正经白人 是的是吧 你好好信 你也不信 你信啥都跟信 就跟信咱中国传统的那套 神神果果的似的 烧香拜拜 然后动不动就抓鬼啊 动不动你家风水不好啊 你说基督教里有这个吗 没有这个 但是他就会说 哎这你最近运势不好 这不乱来吗 这不胡整吗 但是哎 这种人在美国就特别的多 特别的有市场 而且人家自称生态圈 你明白吗 不但自称生态圈 人家还觉得你有问题 你脑子有病 你被洗脑了 所以说你跟这帮人没有办法交流 而且这帮人嘛 还势力特别的大 他们还觉得啊 什么都是自己非常的牛逼啊 自己啥都懂 虽然说他们可能在美国 他们也没去过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你说纽约啊 你说我在纽约待着 其实这种人在纽约很多 在纽约待着 你说好 你不了解美国 总了解纽约吧 纽约70%以上的地方 他也没去过 为啥 他只能在说华语的地方待着 对吧 出去旅游 刷盘子 刷盘子 赞钱 赞钱给父母寄回家 赞钱娶媳妇呢 你知道吧 网上 晚上刷盘子回家了 晚上网上手机上骂一骂就行了 你说他去过哪 或者在洛杉矶 加州 就在那几个华人区里待着 你问他 你跟他说 他这我去 那盐湖太棒了 你跟他说 哪哪那大小堂太棒了 好吧 看人家美国的 这就是太棒了 然后他完全不知道 那盐湖周围 飘着一股死鱼味 然后到那闻着 都是一股 反正你特别想吐的味道 然后 看着很棒 但闻着很烂 然后周围都是那种 动物尸体 然后之类的 都是这么一帮东西 就比如说 有些人 我经常 我一拍美国南方的那些 像我拍 密西比州 我拍阿拉巴马州 这地方 其实华人很少 甚至很少 几乎就没有什么 华人up出去拍 对吧 而且我深入到那些农村 深入到那些地方去拍 很多人说 你就是会说美国不好 你就是有问题 那不是我说美国不好 跟你周围了解不一样 你周围就在纽约 洛杉矶待着 跟你周围了解 当然不一样了 你天天享受着最好的 就像有些老外 跑到咱们中国 无限维护咱们中国似的 他天天生活的地方 就是上海浦东 他也不出这个范围 或者北京三里屯 他不出这个范围 他怎么看 咱们中国都觉得好 他怎么看 他都觉得 发展的太棒了 天哪 中国人人都是这个生活水平 一家十套房啊 家家都拆迁 他永远他都是这么一种看法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啊 井底之蛙啊 就是你要一定要从你这个井里跳出来 如果你从你这个井里跳不出来 你可 你可就不再是井底之蛙了 这井会越变越小 它会从一个井 变成一个瓦罐 然后再从一个瓦罐变成一个碟子 然后这碟子两边一扣 你这辈子就结束了 好吧 那这一期呢 我就是回复一下这种人啊 或者讨论讨论这种人 我猜这种人 大家不管在油管上 还是在那哪 都见过挺多的 而且这种人 他就有一个特别抬杠的逻辑 就是这种逻辑 你觉得这不好 你可以回去 我没说这不好啊 而且我这不好 回不回去 那也跟你说了不算 对吧 就像网上先有些人带节奏似的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参照当地法律法规 参照当地的人 参照当地的这些政府机关啊 这个公共机构啊 人家说的事 你一个小屁屁 就别跟那乱说了 即使你有点粉丝 或者怎么样 对吧 我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啊 这种东西 行吧 今天的这一期就聊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